新北市政府所推动的社区旗舰计划 在瑞芳区就总共有龙潭、东河、爪风等三个礼一起参与 28号这一天,爪富社区的老人共参活动 包括了多位里长以及志工们 大家都来到了现场观摩学习 透过社区规划变成领头羊 好让其他里长也能够以此学习社区营造 新北市推动社区旗舰型计划 瑞芳区共有龙潭、东河、爪风三个礼参加 透过社区结盟鼓励社区间相互合作及资源共享 在28号当天,是由爪风里举行老人共参观摩活动 吸引其他邻近社区参加 包括三里的志工还有民众 共继有上百人参与 本人参与同情愿 購餐是我們三里共同追求的目標 這裡還有我們地方有一些 一些中夥 一些中夥大家 做到時候大家來吃吃飯 大家吃吃飯 連魚一下 泡一下大家 手一下卡拉OK 讓大家 大家都覺得這樣 因為我們大家都同地方來 我們有什麼地方要改善 希望大家給我們提出報告的意見 我們這裡方發展協會 在這次參同同同同同合合作的旗艦計畫 可以擺持甘河更進一步 爪風里的老人共餐活動一直都有定期舉辦 也有一定的制度和規模 也讓前來觀摩的社區讚賞連連 另外為了環境 這幾年環境也有很大的改善 志工的力量更是功不可沒 我們的年輕人出發去上班的時候 這個日子和這個空檔的時間 這些老人 需要人的照顧 所以說 我們很感謝我們的幹理事長 還有我們董事長 我們的理事長 董事長 我們怎麼去辦這些 配合到市政府的政策 非常用心去辦這個老人的這個 福利和這個共產的活動 市府推動社區旗艦計畫 希望未來賠利更多社區加入旗艦計畫 以達到福利社區化 讓各社區發揮互助自助的精神 不僅關懷社區居民的福利需求 更能提升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 介紹成為瑞芳采訪報導